網絕報統一是和一大犀牛一日兩戰 結果兩隊各帶走一場勝利 不過中信兄弟做客桃園的雙重賽 拉明哥的全員主場可讓項隊吃了苦頭 兩場都以一分之差落敗 大威的延遲態度 是什麼讓一大總教練大威欺詐了 而被伊雷神驅逐出場呢 答案就是三局下張永漢撲伊雷的爭議判決 彈球用雞落了一下才傳奧鬥 這裡讓地主攻勢受挫 三局打完一大以2比3落後堂一 犀牛叫頭不在家 球隊打線又熄火 加上獅隊外野手唐兆婷 這個美技守備讓戰局無法翻盤 來 唐兆婷 不過到了八局下 獅隊後援投手滿頭賦鬱鋼 被張建民和方克偉接連的安打 丟掉了兩分 獅隊遭到了逆轉 現在胡金龍要回復 來 撞掉了 板球撞掉了 統一緊急換上老將高建三直線 但又被陳凱仁敲出了安打 再掉一分 在中間方向的飛球落地安打 方克偉繞過三壘要衝本壘這個球 單局被一大攻下了3分 中場犀牛就以6比5拿下勝利 陳凱仁敲出個人今天第一支 這一球戴起來在右外野方向的飛球 過去了 至於兩隊下午的比賽是對郭戴琪代打建功 他生涯累積了6支代打的全雷達 追平聯盟紀錄 而且這次6局上了3分炮 讓他成為中指史上 代打開轟 用全雷達貢獻打點最多的球員 這個郭戴琪的打擊動作 不過郭戴琪的全雷達只是在傷口上傻言 這一場統一敲出了19支的安打 得到本季單場最高的19分 最終統一就以19比6擊敗了一大 兩隊在雙重賽各留下了一場勝利 UDN TV 楊玉昕 綜合報導